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公开表示 对中俄日渐交好的关系感到担忧 美国反对习近平可能做出的停火呼吁 因为这种停火等于认可俄罗斯的侵略 此外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会将其对俄罗斯的外交支持 扩大到提供武器弹药的军事支持 法新社消息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7日表示 美国不支持中共与莫斯科的会谈上提出的停火呼吁 这只会让俄罗斯受益 科比明确表示 美国不支持中共在此时提出的停火呼吁 科比进一步说明中共定义的停火 实际上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占领其领土的支持和认可 同时让俄罗斯得以利用停火的契机 进一步巩固其在乌克兰的阵地 重整部队 重新装备 以便司机重新发动攻击 此时停火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而且违反联合国宪章 因为这推翻民众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认知 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中共是否将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支持的问题 科比表示 目前没有相关迹象或确实证据证明此事 美翁私下于公开警告 北京不要提供俄罗斯致命军事援助 但中共仍未排出这一选项 科比还重申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与习近平通电话 但具体议程尚未开始敲定 对习近平此时出访俄罗斯科比表示 如果中共当局真的对和平有兴趣 美方鼓励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接对话 真正了解乌克兰方面的观点 而非仅仅凭普京的一面之词 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东亚安全专家欧特尔指出 习近平这个时候办成建设性决策 其实只是为了反美 美国之音援引专家指出 通过提议停火 习近平似乎是在试图为普京挽救一些东西 英国国防部18日表示 俄罗斯国会已推出法案 拟将目前服役年龄从18到27岁改为21到30岁 显示普京仍在积极征兵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 俄军4月将征召40万志愿军入补 借此增加50%的军力 很明显普京根本没有打算停止侵略 这个时候习近平到访的目的很难用寻求和平来解释 此外在国际刑事法院17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后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南草坪回应 我认为这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在国界上也不被我们承认 但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观点 当被记者提问普京是否应以战争罪受审时 拜登强调普京显然犯下了战争罪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应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表示 这是第一个具体步骤 现在必须继续执行 日本将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进一步进展 德国总理舒尔兹表示 对此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 没有人凌驾于法律和秩序之上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原则 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楚 前不久中共两会上的国务院总理选举 在疫情期间制造了上海惨案的李强 获得了三张反对票 这在如今中共强力控制下的走过场中 已经算是很罕见了 但其实在中共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不少显为人知的意外事故 这些事故的主角也包括习近平 署名二大爷的文章写道 众所周知中共完全操控下的人大选举 其实都是自己人选自己人 帮内走过形式一般不会有意外 所以此前为了掩人耳目 也搞过差额选举 就是一个职位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通常在这样的选举中 中共提名的第一人选 往往事先已经跟代表们打过招呼 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意图 陪跑参选的通常都是名不见经传 资历和声望都相差巨大的候选人 一看就知道是充数的花瓶人选 但即便如此只要是真选举就会出意外 文章披露1993年1月浙江省省长指定的人选是葛鸿生 他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省长 陪跑的花瓶是前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刚刚交流到浙江任排名最后的副省长万学远 论资历论人脉都是一目了然 但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葛鸿生当省长的两年政绩和声望都很差 很多代表早就不满 结果在选举投票后 外来和尚万学远居然得票超过葛鸿生 按照法律万学远当选 当时中共组织部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惊慌失措 票选结果出来后 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封控在会场 不准离开 美名其约为放电影休息 在上报中共高层后 经过四个小时的紧急会议 最后同意了选举结果 当选的万学远知道结果后 不仅毫不高兴 反而惊慌失措 以为自己违反了组织纪律会遭到处理 仅仅三天后 贵州省竟然出现了更神奇的剧本 贵州省当年的省长选举 唯一候选人是王朝文 但王朝文也是名望口碑极差 所以在选举时 贵阳市和尊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 联名推荐外地干部陈士能 作为省长候选人 于是陈士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后 成了正式候选人 而且在之后的选举中 击败王朝文当选省长 贵州代表们同样在选举后 被封控在现场 等待中央的决定 反正都是自己人 虽然是意外 但中共最后还是确认了结果 文章指出 由此可见 中共只要搞真的选举 哪怕是内部选举 就会有很多打脸的情况产生 最丢脸的事故中 当然包括习近平 众所周知 习近平1982年 靠着复英最早去河北正定县 当县委书记 但是他的政绩和口碑极差 尽管习家极力活动 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阳 极为反感习二 这种凶无点没的 顽固子弟 顶住压力 坚决不予提拔 高阳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 公开了习仲勋 为儿子跑官要官的事情 令习家极为难堪 迫于无奈 习家通过上层关系 1985年把习近平调到 福建厦门当副市长 但在厦门更丢脸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名声不佳 习近平1987年 居然被通过厦门市长等格选举所需的50%选票 连一半的选票都拿不到 在这走过场的选举中 极为罕见 这一点习近平确实前无古人 在厦门混不下去了 习家又活动把他调到福建宁德当书记 文章最后写到 尽管无德无能屡屡丢脸 当习二在强大的家庭关系网的庇护下 还居然辗转腾挪中步步高升 即便如此 习二的民主事故依然没有结束 1997年习近平已被内定为中央候补委员 但在党代会投票时 知道他底细的党代表很多不买账 他的得票全场最低 差点就达不到当选及格线 但可惜的是 在强大的组织意图下 他还是混进了中央 成就了今日一地鸡毛的中共国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 也完美诠释了中共逆淘汰的权力生态 据多家媒体报道说 瑞士金融监管当局正推动A计划 促成规模较大的瑞银集团 收购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贷集团 以提振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目标是最晚19日晚间宣布交易 之前是告诉彭博社 美国当局也正在就这一交易 与瑞士当局合作 综合报道 据之前是透露 美国当局正在与瑞士同行合作 寻求达成瑞银收购竞争对手瑞信 全部获部分股权的交易 因为瑞银和瑞信在美国都有业务 而且在瑞士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 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告诉彭博社 美国官员可能会在 可影响任何交易的最终条款的问题上 进行权衡 一位之前是告诉彭博社 目标是最迟在3月19日晚间 宣布两家银行之间的交易 路透社也援引消显示的话说 瑞银集团18日正在认真考虑收购瑞信 这可能缓解市场对瑞信正在发生的危机 可能破坏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担忧 有着167年历史的瑞信 是即美国硅谷银行和标志银行倒闭后 银行业陷入危机的最大一家企业 这加剧了全球投资者对银行业信心的丧失 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高管和监管机构 都采取了非常规措施来支撑该行业 试图恢复信心 拜登政府采取行动以支持消费者存款 而瑞士中央银行则借给瑞信数百亿美元 以稳定其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